嗨大家好,欢迎回到我的频道,我是Sara 嗨 今天呢我们要来拍一支She Glam的开箱 如果你不知道She Glam的话 She Glam是一个彩妆品牌 She In的彩妆品牌叫做She Glam 然后他们家的东西都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后总之呢我就是莫名其妙买了一大堆 这边有很多可以称得上新的 跟基本上已经出很久的产品 尤其是今天有这么多的 新做眼影盘没有错 我会全部刷色给大家看 然后这边还有一个这个非常彩色的眼影盘 跟这个比较大地色的眼影盘 然后重点是他们最新的这个底妆 She Glam它叫做什么 Skinfluencer Full Coverage Foundation Balm 就有点像是粉底霜的那种东西 非常多的人有跟我说 他们希望可以看到我使用这个 对,然后我就今天 就是除了买它之外 我还买了一大堆有都没有的东西 今天一起来跟大家分享 那没有任何问题的话 我们就记得进入影片的部分吧 首先呢 为了公平期间我们来使用我熟悉的妆前乳 这个是Mistin 他们家的妆前防晒 非常保湿 非常保湿 Mistin这罐的防晒感觉比较在厉害一点 虽然真的是加拿尼的那罐比较好推开 但这个保湿力也很够 我买了好多好多东西 那我们的话当然就先来进入他们家的这个 我开都还没有开过 是他们家的粉底霜 很早就已经看到很多人在拍影片 就IG上面很多人就是在介绍 它整个质感就很好 你看这样打开 然后盒子里面 它有一个就是这样设计蛮可爱的说明书 我记得这东西是才一百多块而已 我忘了 你看 它是建议用粉底刷 但是我还是比较想用粉铺 yes 你们知道我对粉铺的狂热 我不是太方便了 它不需要沾水这件事情 让我非常的喜欢 最新的这个Solong的粉铺超好用 我觉得那颗可能太常用 不知道 我得到哪里去了 还是洗一洗 放在哪里晒干 忘记了 太开颗新的 那我们来进入一下这个粉底霜 它外包装是长的这样 质感其实做的不错捏 我们来打开 我看一下色号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买好久了 看起来有点深 我那我顺便在脸上就 它意外的非常的丝滑 我原本以为会再更慕斯妆一点吗 没有它很水 一摸就是非常的滑润 可是这样推起来 有点阻力 遮瑕度感觉有点厉害 颜色应该是OK哦 小小的有点深 但是应该是没事 那我就直接进入我们Solong的粉铺 我知道它虽然用刷纸 但是我不想用刷纸 听说遮瑕度非常好 听说就是有看到有人在讲 但是我没有真的去看 这样影片是怎么说 哦一点点深啦 没关系 我觉得最终OK的 一下下去遮瑕度就展现 真的是服帖 现在目前看起来 就是一个高遮瑕又很服帖的状况 怎么好像很厉害 看一下 不是那种很亮的那种奶油肌 是这种微微的光泽 有没有看到 这个遮瑕度 然后颜色完全没有比较深 我刚刚完全就只是 你知道乱讲话 因为我对粉底就是自然而然就是会 氧化这件事情已经把它变成一个 觉得就是会发生的事情 完全没有氧化发生就是颜色就是一模一样 所以上起来就让我意外的发现颜色是蛮合的 把电话一根坏在树上 如果你现在就有一种 如果你现在就有一种 OMG 那个粉铺看起来爆炸好用的 我要来去买 你可以买 但我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有一个团购 所以就是可以先把力气生生 到时候我开团购的时候再来用力的采购一波 那你现在要买也不是不行 因为它本身就已经蛮便宜的事情 它是可以加叠的 我刚叠了一下发现 遮瑕度都还可以再加上去 我这个妆感目前看起来是有点厉害的 目前是一个这样 最后再来看它妆感是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这下要来进入他们的遮瑕盘 这个遮瑕盘呢 我之前有稍微小小的试用了一下 对看它长的就是一副没有被人用过的样子 就是稍微摸了一下 就那个时候并没有到超级无敌喜欢 就觉得还是偏蛮干的 但是今天就是真的要正式来使用 那我的话就要来进入 这个颜色好了 这个颜色 把它暖起来 然后加一点点旁边这个颜色 好厚 我没有用手去感受它的质地 所以我现在不太确定 我们先试试看 喔这个质感 就是我这样画上去之后是没有刷痕的 就是对我来说质感比较干的遮瑕膏 我用这种刷子刷开的时候都会有刷痕 怎么刷都无法消失 你看这个一刷下去 就可以看到刷痕就是不见了 刷痕中因为现在亮很多 所以刷痕还是会存在的比较严重一点 但是是因为我不小心伤太多 sorry 那我用这个粉菩萨压压 诶我好惊讶 因为我刚刚Ritch来说 我之前试用的时候 直接用手稍微摸一下 我没有很喜欢 应该说我也不太清楚 我当下到底喜不喜欢 因为我只有这样子摸两下 但是现在这样子厚上之后 就 嗯 I like it 它超好涂的 你自己看 就是 来猫后 然后遮瑕度很高 What 诶我喜欢 我真的很喜欢 把其他的部分上好 刚刚我这边的 有点绿绿的血管 原本那个粉底液遮瑕度已经很好了 就把它全部遮掉 我先看一下度遮瑕膏 不见了 喂喂喂 现在这遮瑕表现得有点太漂亮 让我有点 嗯 OK OK 它这个是比较深的颜色能不能拿来当修容 我们就来try try吧 反正我今天没有修容色 我记得 它这样子刷几下之后 你就会发现它其实是很润泽的 我意外 它没有到很修容色 比较深的颜色 不是修容 这样子是加了好几层底妆在我脸上 有一个微微的修容感出现 微微的 很 tiny tiny little bit 我很喜欢我现在底妆的感觉 那接下来呢 其实我今天也有买了就是霜状 其他的霜状产品 所以在我们定妆之前先来使用它们 第一个这是他们家的霜状腮红 我只买了一个颜色 你看它的logo做得超可爱 这是那种野餐的主题吗 我今天眼影也是买他们这个系列的 然后它里面就长这样 就是一个旺状 然后Sunday Picnic 对 颜色看起来很不错呢 我要来试试看 然后呢 我有买他们家的刷具组 他们是这样子 三支一组 然后在这个袋子里面 袋子看起来没有到很实用 我来试试看用这一支 我先想要试用范围比较大的这种大支刷子 然后呢 我还没有摸这个质地 哦 对 慕斯质地的那种慕斯状 非常的好推开耶 哦 但我不知道在我这么浓的底妆它会怎么样 我们先来find out 那我就先用这边 比较大支的这边 然后稍微这样随便沾 感觉不会发生什么太好的事情 感觉有点不妙 跟我想的差不多 不能用刷子 没有啦可能我底妆 就是也是上的比较多嘛 我就稍微用我们的粉扑 然后这样去晕开 粉扑万岁 我的天啊粉扑好好用 我已经爱上粉扑了 之前我是超爱美妆蛋 对于刷子已经好一阵子没有用 但是其实还是有几支 真的很好用的刷子 但是粉扑不需要沾水 然后这样直接使用 不是湿湿的 比较不容易潮湿 然后发霉 这颜色 比较偏玫瑰色吗 豆沙色的那种感觉 满美的啦 但我好像会再喜欢再涂色一点 然后这样子一点 它比较不会把底妆擦起来 刚刚刷具就是遇到 会把底妆沾起来的那个状况 所以我才觉得不行 必须停止 有这样子的颜色很漂亮 但是我很怕等下定妆 它就不见了 所以我决定要再上妆一点 拍一拍之后 它就是会很自然很均匀的 就晕开了 我上超重的 但是真的很长 就是蜜粉上上去之后 它们就是都消失超多 然后就看不到 就是原本是什么颜色 虽然好像就是因为那样子 现在双妆才比较红 为了让妆看起来 再更自然一点 You know OK好 漂亮先这样 那目前这个腮红 我是觉得还不错 不会那个慕斯的感觉 而且摸下去 有没有一摸就是非常的好晕开 期待之后有机会 底妆比较淡的时候来使用它 然后接下来有三个打亮 我也是果冻霜状 要在蜜粉上之前先上 那我还不确定它们好不好用 我真的只是乱买了 我有时候就真的会乱买东西 我们现在打开这个颜色 它是眼影 它是眼影 所以它不是打亮 哦它是眼影 它不是打亮 你看它是这样子 Jelly状 沾一些在手上 天呐 虽然真的是很高闪 但这种质地 我不太确定我会不会使用 这个颜色叫做 Rose Disco 上面这个颜色叫做 Nova Glove 再来是Delicious 天呐好漂亮哦 你看那个它是无底色的 然后它那个光泽 它上面的亮面真的是超级无底闪 那我刚刚就是试了这三个颜色 它们是眼影 所以我今天没有打亮可以上 所以我们就先来定妆吧 好 She Glam的蜜粉 这次我是买了这个 这个是之前看Nikki Tutorial的影片里面 它有使用过 它好像也没说什么太多的心得 但它用起来看起来好像很轻松 所以想说应该是个好用的东西 好 这边有个蜜粉饼 就是白白的 我想要用松粉去定妆 眼上的妆其实没有太移动 我刚不小心碰到的时候 它也没有就是直接粘下来 我喜欢 这样小小的粗 它也没有就是指甲的那个痕也没有上去 它是稍微有一点点干了一点 该不会是沉膜之类的吧 好 然后它 接下来转开就可以打开 然后下面就是松粉的部分 它这边还有可以旋转 你看洞关起来 然后不然就是有洞 那有洞的时候我在想应该是 可以直接这样倒出来吧 我把它倒在它这边这个盖子上 虽然我不知道这样做对嘛 但我就倒了 所以我要定妆之前 我会稍微把肌线的遮瑕先按进去一点 然后直接沾了蜜粉 做定妆 这个味道原物料的味道 不是不好闻的味道 但就是非常的原物料 不然是我刚刚可能堆粉一次闻 有点太刺激 眼皮上我也先定一下 然后再来定全脸 直接用粉撲 粉撲定起来速度超快 这蜜粉是那种粉质非常非常细 就是也像废纸粉 那如果要比较的话 可以像NYX 或者是Make Up For Ever的那种 HD蜜粉 但它不会留任何的那种 白色的奇怪的反光 好久没有遇到那种状态了 我喜欢 只是它这个粉就是比较难控制 所以就会到处飞 好的 那我们目前是我们妆定完 这个妆的质感是很细的 我觉得刚刚靠近眼睛的地方 我是没有晕好 就看起来有点怪怪的 但是就除了它之外 其他地方妆感都很细 好那接下来的话 快速我们来进入 She Glam他们这个眉胶 我看这个也是卖得不错 我个人还没有使用过 它有点像ABH的那种 Dip Brow Pomade 就是这样一盒 然后用刷子去沾 哇靠 它送真是什么鸟刷子啊 认真你刷子要送这样 你真的干脆不要送 我真的觉得我没有过度的太可可 但是你有看到这个刷子 很大只就算了 它是厚度很厚 又粗又厚 然后毛完全参差不起 你知道尤其是这种东西更需要 更细的刷子去画 所以刷子质感那么糟的话 那真的不要送 不要送观感还会好一点我觉得 OK 我这个色号呢 是Soft Brown 颜色看起来蛮深的 但它叫做Soft Brown 画起来是这样的显色度 它感觉很湿 但我好久没有用这种了 我就先来试一下 显色度的部分不是很顺 所以没有办法画出那种 自然野生眉 you know 所以我们就先正常的去使用它 不是说正常 就我的方式 照眉毛的形状去画 这个眉胶 Hall I say 有点难用 就是显色度非常的不平均 没有办法好好的去画 就是眉毛 我会真的非常宁愿的使用眉粉 这个不平均度 有点不开心 要画蛮久的 才可以让它看起来不要那么奇怪 稍微刷一下 当然整体画完还是OK 没事 但使用起来不是很顺 好我画完另外一边的眉毛 我有一个新的心得 我这边使用的时候 我这只已经算是很细扁的刷子 但是没有办法拿来画野生眉 因为它的显色度非常的不一定 输出不一 但如果你只是照着形状去画的话 其实它会稍微变得干一点 然后你再用刷子去把它撸开 就会有点像眉粉那样 虽然没有到超难用 但是如果你是想要找 就是像Anastasia 这个这么好用的眉胶的替代品的话 它不是 先讲清楚 它不是 但它本身没有到超级无敌难用 但它送的刷子是垃圾 好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进入我们眼影的部分 眼影呢 有很多 那首先我们先来讲一下 我们的星座眼影盘 Yes 有这么多盘 我不是买全部 我这边只有8盘 那你知道星座有12个星座 那我就是有4个没买 而且我只是看配色在买 然后我发现我没有买到牡羊 可能对牡羊的颜色没有兴趣 然后就没有买到了 我这边有8个星座的配色 那这边接下来就先进入刷色的部分 到这边的需求 到这边就不可以 好,那如果你們有看到刷色的部分呢 我個人覺得他們的質地已經很不錯 但是就他的配色有一些我比較不能了解 然後還是有一些顯色度比較不均勻 就油擠盤裡面會出現那種 我真的是沒有很喜歡的那種超級大的亮片 然後油擠盤又不會出現 然後油擠盤會有那種很漂亮的細金屬色 但是油擠盤又沒有 所以說實在這一系列呢 我覺得建議大家參考我前面的刷色 然後跟自己的喜好去買 我很難說我推薦拿擠盤 我想大家應該第一個會先往自己的星座去看 如果你自己的星座剛好是好看的顏色的話 當然是可以買 但我總體來講 我試完色之後就是沒有到覺得很impressed 就覺得非常的普普通通 YES 所以星座如果你們真的有想要看我用哪一盤化眼妝的話 我可以在IG上面畫 所以記得去追蹤我的IG 然後記得去IG裡面看下留言 跟我說還是怎樣 跟我互動就對了 嗯 我很常上IG的 儘管沒有很常PO 但是我很常在上面 可以召喚我 好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還有一盤這個的試色 也可以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SHE GLEN他們家的這個彩虹盤 我就是看到說 哇這個顏色就是非常非常的bring shine 但一樣這個也是讓我有一點點失望 就尤其他的金屬色就沒有到很amaze 你看這個 我就是這樣子用力 用力的刷 就我知道他是透明的 但他有點太透明 你知道嗎 他很乾 沒有任何黏性 然後這個亮粉的部分 就也是沒有很亮 都非常非常的普通 那麼每個都這樣子乾乾的 然後很有氣無力的那種感覺 嗯對 他們就全部都讓我覺得還蠻失望的 好那我們的話來進入 今天我是打算要上在我眼睛上 但是如果等下刷色 就是也是爛的跟鬼一樣的話 我應該會拿星座的眼影盤出來畫一下吧 不然乾乾的那個盤 真的是讓我覺得非常失望 好我們接下來這邊有這個 這是Sunday Picnic 跟剛剛的那個眼影霜 是同一個系列的 看他的包裝多可愛啊 雖然我比較喜歡這個 但是他這樣打開 顏色是不是超漂亮 就像一個大地 然後覺得要偏中間色調的顏色 OMG超好看的 這就是一個 Everyday 就是都可以使用的顏色 那我先刷色一下 Better be good 我覺得很棒 我把這盤留到 今天才摸給大家看 他沒有讓我失望 喔我的天啊 看看那個金屬色 然後他的霧面色就是你知道 表現就是優秀 不是那種哇 超顯色 但誰知道呢 說明是用在眼睛上超美 哇 那顏色超漂亮耶 這盤我很喜歡 他唯一小小的 也不是缺點 其實就只是我如果真的要抱怨的話 就他有點太大 他以就是把顏色來說 現在很多東西都越做越小了 所以他這個就是PM比較大 但是如果好用的話 who cares 然後接下來的話 我們就來直接進入我們眼影的部分 beige 那我這邊有買一些他們的眼影刷 說實在就是 他一樣是另外一包 然後裡面就是有幾支 眼影刷 還有眉刷 老實說看起來真的沒有很好用 但是我就先試一支來看看 那我今天想要畫比較粉色的色調好了 我就先從這個顏色開始 想要試著稍微改變一下 平常會有的畫法 先把整個眼皮都塗滿 我還是忍不住會往外勾啦 畫習慣的歐美妝 這個顏色也非常漂亮 但現在眼睛上可能有點卡卡的顏色 是因為剛剛上面這裡 我可能有某些地方有上到一點遮瑕膏 有些沒有 但其實沒有到非常非常的卡 這個顏色也沒有到超級無敵 Super顯色 所以It's ok 我們進入下一個顏色 先不要理他 那我要來進入這個顏色 然後他這個眼影的毛刷非常的細 所以不知道會不會心會這樣 所以沒有到那麼的好上色 Oh 這個中間色咖啡色顯色度很好 哇 暈上去然後不會卡色 非常的喜歡 現在這樣顏色蠻漂亮的 好剛剛這個比較深的顏色我也上一點點 到眼睛下面 稍微一點點就好 然後我會回到就是我們剛剛第一個上的顏色 一起把它暈下來一點 要連接在一起的感覺 好然後我要來進入這個顏色 然後用這個比較小隻的刷子 我要做個眼頭的打亮 先把它打亮打好 我還是習慣眼頭 這個也有打亮這件事情 我常常都會開眼頭 然後又打亮 我知道 我覺得是爽 Oh 這個打亮色很漂亮 很細緻 所以我其實剛剛就會想說 要用這個打亮色來打亮臉上的打亮 我現在在想要不要上這個最深的咖啡色 上一下好了 我們來進入這個顏色 看起來很深 我們來看看它的表現 我們壓到最底 Wow 好我們來看一下暈不暈的上去 好啦深色原本就是比較難做 而且我們也沒有想要上太多 覺得不錯喔 雖然在暈的時候還是稍微消失了一些些 但這樣反而看起來就是更自然一點 不會看起來就是太突兀 對不起我現在口味就是你知道 也在轉變 越來越喜歡這種比較自然一點點的狀態 這個漸層相當的漂亮 我怎麼覺得這個漸層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還是有金屬色要上 不要那麼興奮 那我當然還要進入我剛剛 最想要上在眼睛上的這個顏色 黏著度感覺沒有到太高 Oh Bitch 不行 摸髒話 但是它娘的真漂亮 我的天啊 摸一摸慢慢消失了 疊加行不行 它有點閃掉了 喔 我眼睛下面到處都是 Oh my God 好喔 它跟我想的不太一樣 我比較希望它可以黏在我的眼皮上 但很顯然的 不行 先盡量看能壓多少上去壓多少 好 沒有到非常的黏 但是這樣子的眼妝妝感 我很常看到網路上的也有 他們很喜歡 但我還是比較喜歡集中一點 我接下來要來試試看這個顏色 它摸起來比較有濕潤感 雖然它好像沒有到很閃 但感覺它比較能黏住的感覺 這一盤的話 好像眼妝就是化成這樣子 就極限了嗎 雖然有思考想要剛剛這個 就是果凍的眼影要不要上 但是他們好像其實也沒有太大的亮片 然後剛剛也先試色過的時候 我們就先不要 那接下來的話 我這邊其實還有一個 跟眼影有相關的東西 是這個 現在可能在特賣中賣得非常非常便宜 這是他們的偏光眼影霜 直接先試色給大家看 這個顏色叫做Feels Good 你們看到它的變色嗎 我是看到綠色跟黃色 我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到 好 接下來這個顏色是 Aquanova 有看到它變色嗎 我希望有 因為我在這邊看變色就是 蠻明顯的 但他們真的追追 怎麼那麼追追的感覺 很水 好接下來這個是Oppo Essence 就是想要給大家看一下 我買了 但是今天可能沒有辦法用在臉上的東西 好今天買了 然後可能沒有辦法用在臉上的東西 No.2 跟剛剛那是同一個系列 他們家的偏光眼線筆 第一個我來試色是Zenny 第二個顏色 Vertical 然後再來是 Subliminal 就是一些 喔看到只是覺得 喔好帥 想買 然後就買了 的東西 ok 哇他們家的眼線筆 然後買了兩個奇怪的眼線筆 這個是有印章的 然後印章是愛心 哇好可愛喔對不對 然後 另外一邊是這種 海綿頭的眼線 蠻硬的 所以我不知道畫起來會如何 我先來就直接畫一下 超級難用耶 不是說海綿頭的眼線筆都難用 是這支海綿頭的眼線筆很難用 就非常的硬 然後非常的短 沒有任何的伸縮空間 真的是就是不太好用 只是它那個愛心印章很可愛 就這樣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呢 我更怕了 這是印章 它會印這樣 啊我的天啊 你把它印在你的眼睛上 然後這一邊是眼線筆 但這是奇異筆的筆頭吧 不行 天啊怎麼辦 我試試看這個印章有沒有幫助 因為我想要畫跟這邊一樣 我很常兩邊都畫不對稱 這樣嗎 噢我的天啊 噢我的天啊 很難用 好我還是回到就是你知道 好用的眼線筆筆 去把剛剛想完成的東西完成 然後接下來呢有一個這個 這個呢是我看上面賣的最好的產品 是之一嗎 我看最熱賣 然後這一支睫毛膏 就是它們最熱賣的東西 你們如果知道的話 我對睫毛膏就是一個沒有那麼長的研究 我覺得很多睫毛膏都非常難用 我很少遇到真的很好用的睫毛膏 就不是說它們都很難用 都用起來普通 你知道我喜歡那幾個 就是Salon啊 Kai Beauty 1028 就是我可以想起來的 Oprah的那個 就都很好用 所以當我看到這支 非常的熱賣 然後還有155塊的時候 我真的是想說 OK 必須要來試一下 但我有就是 很大的 預感它會不好用 然後它是有兩邊的刷頭的 包裝是這樣 這包裝我也不喜歡 但anyway 說不定超級不理好用 OK 那我要先說一下我的睫毛 我看到我的睫毛就是 非常下垂 然後它們很硬 然後它們很短 所以應該要說是 睫毛膏的天敵吧 我的睫毛 就是基本上我的睫毛可以用 然後可以刷得漂亮的話 應該是 還不錯的睫毛膏 那我就先來夾 夾是一定要的 我這個人不夾的睫毛 就是乾脆不要滑 看它兩邊的刷頭都好大 Kan喔 我好難想像這個會好用 這刷頭無法對焦欸 反正這是比較細的 那邊的刷頭 我睫毛膏再夾一下 你看 就說它很硬很直 夾沒兩下 它就是想要回到原位做好了 好現在有夾起來一點了 我們來看看 這麼多人買 然後位居第一名的睫毛膏 是誰 然後跟Y 然後跟值得嗎 算太155塊啦 就算不值得 也不會覺得心太痛 我在想是不是要先用這個細頭的 先畫 然後再用粗頭的去加長 還是加濃嗎 那我以前看起來就普通 非常的普通 但它如果不會下垂的話 我會覺得不錯 對啦 就是睫毛膏 you know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地方 Let me see 看他們很誇張欸 他們畫的跟 就是 蜘蛛腳一樣 所以 可見我是一定要拿出 另外一頭 很粗的那頭 把我眼睛畫得跟 蜘蛛腳一樣 OK 另外一頭 這麼大肯 我刷一刷我眼睛就是先瞎了吧 我好久沒有用這麼粗的刷頭囉 我眼妝會先會毀掉 沒辦法 我覺得 這是我的極限 是吧 我個人是覺得 再刷上去的話 我覺得我會覺得有點累 然後 跟我的眼妝 真的會被毀掉 那我覺得這樣其實效果 已經不錯啦 已經超越了 我的想像 我也開始以為會就是 一塗上去 就是睫毛就站不起來 然後我們就OK 結束這回合這樣 我以為會是那樣 但沒有 他還好斷斷的站著 雖然我個人是覺得 沒有到非常的長 已經長了 但是沒有到很長 但也得說 這幾個眼睛呢 都不是 華人臉孔的眼睛 所以呢 我們比較 華人的基因呢 我是覺得 睫毛 自然而然是比較沒有那麼長 然後他們 毛就是比較多 也比較長這樣子 所以他們睫毛膏 很輕易就可以做到 他們非常的滿意 但我覺得 我們比較需要 真的要很厲害的睫毛膏 像這個睫毛膏 我就覺得很普通 就OK 但就沒有讓我覺得 驚訝 好那我先把另外一邊 上網膏再回來 那我們今天 最後還有幾個小東西 首先呢 我先來說一下這個 我今天用都不想用 試色也不想試色的這個 這應該是 打亮盤吧 首先我知道這個胸紅色 一定是超級無敵 太深 或者是太橘 For me 有沒有 這顏色 外大一個不行 可能其他有一些人可以用 但是他這個打亮呢 在哪裡 這個打亮整個超級無敵 乾 然後沒有顯色度 然後這個也是 有沒有 有顏色 但是他很乾 上在臉上 你已經大概知道 膚色要夠深才可以使用 就是以質地來講 你就知道他上在臉上 你的任何什麼奇怪的紋理 細紋都會被他顯現出來 然後就唯一一個顏色 稍微比較OK一點 所以這盤 我真的不知道 我知道他很便宜 但就算你很便宜 但不好用 買了還是浪費錢 你知道嗎 所以anyway 那接下來我這邊是有一盤 他們的腮紅盤 那這顏色其實完全沒有用 所以我也不太確定 稍微外數刷個色 是非常顯色的腮紅色唷 哇 這個稍微會有點怕 但是我覺得 我可以試試看中間的那個顏色 那個顏色 看起來就是超級無敵 霹靂顯色的感覺 有一點橘 然後加上我們底下 原本就有一點點的粉色 他超級無敵顯色 但粉質是夠細的 所以他是會自己暈開 不會看起來有結塊的感覺 那可能加上顏色 也算是比較偏淺一點點 好 這盤 我只是想要確認一下 因為我覺得這盤的配色蠻可愛的 然後she climb 其實我發現我真的是沒有什麼 在用他們的打亮 他們好像沒有什麼 非常爆紅的打亮 我就先來用今天這顆 來當眼頭打亮色的顏色 稍微打亮一下 喔有沒有 我就知道這顆是非常漂亮的 各位打亮還是不能少 戴口罩 打亮不會影響 你知道嗎 打亮就是應該在這個 非常美的位置 當你戴著口罩 轉過來 人家就看到 你的臉上有一個光澤 看起來就是水喝很多 非常健康的一位 person OK Anyway 反正 漂亮 最後呢 只能跟你們說 我唇膏基本上沒有買什麼東西 真的沒買什麼東西 結果最後這個 居然是唇油 沒錯 它叫做 Jelly Well 也是那個 Jelly系列的 剛剛的這個眼影 這個是 Jelly Wow 的系列 然後 這個是他們系列的唇蜜 它就是Hydrating Lip Oil 欸 我喜歡它的味道 好像糖果的味道 完全是透明 所以今天唇的部分 居然沒有任何產品 非常難得的 唇部沒有爆買 但是其他地方 已經用力爆買了 OK 我還是加一點顏色進來 剛剛那個唇油質地 我個人覺得非常喜歡 但是就因為它完全透明 所以我剛剛是直接 把它換成這個 Pet McGrath他們家的 Flash 6 這個顏色 Yes 這個顏色超美 好 那這是我們今天妝的部分 我個人覺得 今天的妝整體的看來 真的是很漂亮 我覺得配色非常的漂亮 但眼影 其實到霧面的部分 我都還是非常的喜歡 但它的這個亮片色 有可能是我比較不習慣 使用這種之形膠 是直接在臉上很散 散亂成一團的散 非常的散 的那種妝感 我比較不習慣 所以弄得我就是 臉上有點到處都是亮片 它不是Solone那種 我很喜歡那種 非常集中 然後看到就是會 很水光閃閃的 它是這樣子嗎 比較淡 比較 比較內斂的那種閃法 但我覺得 基本來講很漂亮 然後我如果 我自己想要的話 我可能會再上一些 定妝噴霧 讓它變得更加的集中 然後就是會真的很 集中的閃 閃亮的閃 這盤品 其實配色 我真的蠻喜歡的 尤其是霧面的部分 我是非常喜歡的 但就是亮面的部分 就還OK 然後底妝的部分 我也非常喜歡 因為底妝整個就是 上起來非常的順利 然後到現在 它就是很黏在臉上的感覺 就是不容易會移動 就是我剛剛就是不小心碰到 擦到 它都沒有直接就是掉下來 所以我覺得 這底妝感覺會有點厲害 我們可以先進看一下 就鼻子旁邊這邊 現在這邊稍微 開始有一點點 非常一點點的裂開 但其他地方 都看起來非常漂亮 就連有乾皮的地方 都沒有直接就是脫皮 然後就是 直接很恐怖的給你看 那我這邊很常笑 然後會有的這條紋 它也沒有基線 它只是有出現 你知道那條線 折到的那個裂縫 所以這個底妝 目前 給蠻高分的 除了鼻子 戴口罩最快 那個口罩就是 特別會摸掉鼻子 但是 除了那裡外 其他地方 中間這裡可以掉了一點點 整個底妝 沒有絨 就表現得很不錯 好然後只能說 星座眼影盤呢 就是如果真的有想看的話 因為我也沒什麼人敲完 其實如果有 真的想要看我 用哪一個星座 畫在臉上的話 記得去Instagram 追蹤一下 然後去順便跟我許願一下 那其實今天 這就是我們影片的部分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我希望大家 有喜歡 看到She Glam的東西 因為其實 蠻多人在敲完She Glam 尤其是我們這個底妝的部分 但是底妝 我真的是 非常喜歡 喔! 差點忘了 還有遮瑕膏 OK 遮瑕膏 我非常喜歡 我很意外 因為我一開始摸的時候 我以為它很乾 我沒有很喜歡 但是用了之後 真的用了同樣的方式 就平常比較常使用的方式 非常漂亮 非常喜歡 這個呢 會進入我的遮瑕膏抽屜 然後我個人覺得刷具呢 很便宜啦 就是如果有喜歡的話 是可以戴一下 但就是 基本上就是沒有什麼特別的 哈 就是刷具 然後形狀 有時候來的時候 可能會壓到 然後會有很多折到的折痕 你要滿滿的 再把它壓回來 所以我不知道 刷具我比較沒有到 這麼這麼的推薦 普通能用 就這樣 那其實也沒有什麼 太多其他的東西 好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結束 我希望大家有喜歡 有喜歡的話 不要忘了訂閱我的頻道 開啟小鈴鐺 每次我有影片的話 都會第一個通知你 記得有想要看什麼影片主題的話 在下面留言 讓我知道 那我們下一個影片再見囉 掰掰